请看35页137题 这一题题目的重点是要考验两块不同性质的空气 在上升过程当中产生的变化情形有哪些差异 那当然第一个基本概念是 这上面有三条曲线代表意义并不相同 以W曲线来讲的话 它所讲的是温度随高度的变化是每公里下降6.5度 是一种净力平衡下的表现 换句话说 它所讲的是所谓的背景大气的温度 也就是它的下降原因是因为气温随高度地减 是因为我们前面对游图提过的 离地面越高获得地面辐射会越少 另外两条曲线 X跟Y曲线是代表比较温暖的空气 热空气块 但是这两个空气块 一个是干燥的 一个是比较潮湿的 所以它的上升运动 膨胀降温就是膨胀冷却的比例是不同的 X每公里上升会降10度 而Y只会降6度 我们刚提过了 因为它比较潮湿 那如果一旦饱和 那就会产生浅热释放 降低降温的效果 所以这些资料都是题目提供给我们的 那这一题的重点是要问 这两块空气块 在上升过程的加速度变化 以及是否空气一定会有上升运动 那这当然要考虑到空气本身的特性 还要考虑到背景大气温度的变化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题怎么样解题 这一题它这个图形是抽象的函数图 那如果我们比较清楚要看出 到底空气块的变化 我们可以试着这样做 我们把这个抽象函数图 变成比较具体的感觉 然后再来解题 首先请各位看一下 这条蓝色线代表地面 地面上有两块空气 X跟Y 从图上可以读出来 X跟Y曲线 读出它的温度是25度 是比周围背景大气温度 20度来的温暖的 那这个W曲线告诉我们 在地表上的气温是20度 这是以这张图形而言 那X跟Y是相对比较温暖的空气 就好像在火炉上方空气 比较温暖 比不在火炉上方空气温暖 那它就比较轻容易上升运动 所以这边请注意 它这边运动的方式只考虑重力跟浮力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空气快比背景 当然是同高度比较的 大气温暖的时候 那暖空气会膨胀密度比较小 所以比较轻容易有浮力而上升 也就是说X跟Y跟周围空气比 XY温度比20度来的高 所以它比较暖比较轻容易上升运动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上升以后的变化 跟周围大气温度变化的关系 假设我们取一公里这个高度来看 那你可以发现这一条线会跟Y X还有W都会找到焦点 你可以从这个焦点读出一公里高的位置 XY还有背景大气W 它的温度各几度 当然你也可以用算的 也可以用算的 比如说X如果跑到一公里高 温度会是几度呢 你可以看到X每公里会降几度 降十度 而Y跑到这么高的地方 每公里会降六度 所以我们分别找到这个数据来进行计算 计算的结果就可以得到X跟Y 到达一公里高 就是它上升运动到一公里高 温度分别下降十度跟下降六度 所以这个是每公里降十度 这个是每公里降六度 你也可以从图上读出这个数据 像Y数据大概不到20 而X温度大概在15度左右 而这时候同高度在一公里高这里的背景温度 降低了6.5度 所以你把20度减掉6.5度 或者是查图 查出这个焦点 一公里高 这个位置也可以找到 它的数据应该是比15度还低 那经过计算结果应该是13.5度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X跟Y到达一公里高 温度是下降的 但是还是比周围的背景大气温度 是13.5度来的高 换句话说 这两块空气能不能上升呢 答案是 它比周围同高度的温度来的高 比较暖 所以还可以持续的上升 但是不是意味它可以无限制一直上升呢 我们来检查一下 这边有一个重点 各位有没有发现 大概在1.5公里高左右 有两条线已经相交了 相交于这一个点 这个点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达到这个高度 大概1.5公里高 那么我们会发现 这时候W跟X都是落在10度这个刻度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用刚开合方法再做一次 1.5公里高 你会发现背景大气温度 大概在这样3点多度 大约10度左右 而X会在降低5度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它的温度会剩下几度 剩下10度 因为半公里 1公里降10度 半公里就降5度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温度 读出来的结果 也就是这个焦点 X跟W是一样的 至于Y空气的温度变化 也是一样的 这个同样方法可以计算 那我们先来检查X的变化 有没有发现 到这个高度以后 X X X跟同高度的W 同高度的W比 都是比它来的冷 换句话说 X空气上升到这个高度 上升到这个高度 就应该会比周围空气冷重 容易下沉 所以它就在这边产生 变重下沉 然后变轻上升 达到平衡的位置 应该就在1.5公里高 也是刚好跟周围温度 一模一样的时候 所以以这个选项来讲 应该高度 高于3公里吗 不是 应该是高于1.5公里 以内 就可以有上升加速度 也是这一段 在这一段里面 X的温度比周围背景大气温度高 它具有福利 具有一个上升加速度 但是达到这个高度 就应该维持平衡 换句话说 这个题目的选项B是错的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 如果空气在这边 一定会有大气运动吗 上升运动吗 那不一定 要看它跟周围温度相比的结果 像X就只能上升到 1.5公里高理论上 好 那 我们再来看Y 你就会发现 Y的温度 在同样上升高度 那当然这边 它是每公里降低 3度 所以它半公里降低 6度 所以它半公里只要降3度 16度 而它这个16度比周围的10度 来的高 就是这个温度比这个温度高 它就可以持续上升 那就我们这张图形来看的话 Y就算在这段高度 还是比W来的高温 所以它可以持续不断的上升运动 换句话说 A选项是错误的 因为事实上 超过1.5公里时 Y还是有上升加速度 这是有的 那没有的应该是X 所以A叙述也是错误的 C选项是正确的 大气背景温度变化率 不动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个比较潮湿的暖空气 相对比干空气 容易持续的上升运动 比如所谓的比较不稳定 空气潮湿 是比空气干燥的时候 来的不稳定 就是这个图形 这个观念 所带来的一些物理的意义 那我们一般日常生活当中 像现在这种天气 夏季午后雷雨会不会发生 夏季午后都会有加热作用 那一般而言 空气潮湿的时候 它的不稳定度就会提高 那产生云雨的机会就会增多 所以有时候我们夏季午后 如果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空气也比较干燥 因为下沉气流为主 那相对的 也不容易产生上升运动 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空气干燥 本身上升运动的情况 会跟空气潮湿 上升运动情况 有所不同 所以这个题目 它所带来的物理意义 跟图形的解读 都要会 那这种题目 才有办法正确的回答 好 那像这种题目 附带的 有另外一个变化 等一下我们继续分归介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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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